百年时尚心千年翡翠琴 买A或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公元二三四年 六世如神的诸葛亮 在第六次北伐图中并逝于五丈元 享年五十四岁 他一生用过的计谋无数 在自己临终前 也上奏后驻刘善 使出了此生最后一击 诸葛亮去世后 刘善根据他的遗愿 找来四个将士 抬着棺材一直走 走到抬棺材的绳子自动断裂 他的棺材落在何处 就把他葬在何处 但是心绳结实 四人走了许久 都不见绳子有断裂的迹象 于是就把他随便掩埋了 回去复命 后来此事被刘善知晓 他一怒之下把四人都杀了 却没想起问问 诸葛亮究竟埋在何处 就这样 直到诸葛亮墓的四个人 全部死了 将近两千年过去了 直到今天 人们仍未找到 诸葛亮的埋谷之地 而现在位于陕西缅县的 诸葛亮墓 则只是为了纪念诸葛亮 建造的一个遗冠种 后人为了此事 也是争议不断 后来跟诸葛亮争斗了一辈子的司马懿 也在临终前 效仿了这一计策 不过他远没有诸葛亮那样洒脱 只是故弄玄虚的下令 守阳山为土葬 不坟不树 也就是说 他要求埋葬在守阳山 但是不起坟头 不立碑 但他的墓葬 终究还是有具体位置的 而且也有过 发现他墓中石碑的传言流出 当真要找的话 并不难 然而诸葛亮墓 却连个方位都没有 中国古代 有个令人浮想联翩的群体 他们虽为丫鬟 身份却不低 他们的房间与主人相通 罪易窥见归房之乐 他们不仅是少爷的启蒙老师 还是女主人的替代者 感谢